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西蒙三党的内部 公正党 行动党和纯信党 也有各级领袖纷纷表达对安华的不满 甚至要求安华辞职 上周日的时候也传出安华本人就表示说 如果没有办法在一个星期之内取得足够的人数 他会辞去反对党领袖的职位 不过他后来是否认了这一项说法 就认为这是混淆视听的一个言论 不过他就指出说如果西蒙是需要他的话 他会继续的留下来 换言之如果不需要他 或者认为说他已经没有价值 成为了累赘的包袱 他会走人 所以志峰你认为安华会辞职吗 如果某人要辞职的话 谁也拦不住他 除非他是假假在演戏 在三地瓦拉或者是高唱周 见得那首歌其实不像周 其实我想留 如果他真的要走的话 真的没有人能够拦得住他 就好像今年二月的时候 马哈迪辞去首相的职位 就连国家元首要他考虑 委任他为过渡首相 但他还是要走 虽然在那个时候 他内心是很想要当首相的 不过安华的情况是 他会真的要辞职吗 其实我是有所保留的 那么就算他辞职的话 相信也会受到挽留 因为西蒙现在没有主席的替代人选 也没有替代的反对党领袖人选 如果他辞职的话 谁有足够的分量出任西蒙主席呢 这个主席很自然的将会是 国会反对党领袖的人选 因为西蒙是国会最大的反对党 那么我们说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 担任西蒙主席吗 我觉得不可能 因为目前种族政治的氛围之下 就算推荐林冠英 他也会婉拒 如果由他出任主席的话 这相等于是开关营套的政治自杀 他不可能出任主席 虽然行动党是国内国会最大的党 有42席 那么比巫统的39席还要多 但是如今政治环境火箭 他必须要忍耐和韬光养晦 不能够锋芒毕露 那么至于成信党主席 这名政治协星 他缺乏说服力跟这个能力 他的分量也明显不足 况且成信党也只有11名国会议员 议席数目相差太远了 好 我们回来公正党内部有谁 原本的老二署理主席 他已经过当了土团党 可能有人说 总秘书 钱贸销 部长 但同样的 他的资历跟他的身份 还差了那么一点点 那么最终可能又回到 曾经领导西门上一任的副首相 万阿吉萨了 那么这可能又会被批评 被讥讽为老公把棒子交给老婆 左手换右手 没差 那在替代人选还没有出炉的情况下 安华不太可能辞职 对吗 也不能够这么说 如果安华被行动党跟成信党 逼到墙角的时候 他就能够以退为进 表面上辞职 那么实际上是接受挽留 因为西蒙没有其他主席的人选 那么大家都要维持原状 虽然这个原状是充满着缺点 充满着坑坑洞洞 它是不美好的 那么除非西蒙和成信党 或者是跟沙巴的瓦利桑 OK 那么打字协议 一起非掉公正党跟安华 选择马哈迪 推荐马哈迪为首相人选 推荐马哈迪出任反对党领袖 那么这个做法可能就会造成西蒙分裂 那么他的影响层面是非常大的 如果安华辞职 然后获得挽留 相信他会留下来 他不会面对太大的这个阻力 但是安华的挑战将会是十分的巨大 国会今天呢 是进入到为期十天的 裁案委员会阶段的辩论 在野党呢 今天是凑足了15名的国会议员 要求进名投票 不过呢 国盟政府啊 是以105对95张票 安然的度过了第一次的挑战 那西蒙败下阵来 其实这也是意料之内的事情 第一个在委员会阶段表决的部门呢 就是首相署了 当议长阿兹哈要求一声浪表决 不过呢 在野议员呢 谁接就要求呢 进名投票 那虽然说呢 国盟通过了这一项的测试 但是经过了进名投票之后 表决的结果呢 其实就是105人赞成 95人反对 另外呢 有20人呢 是缺席的 20人缺席 这20人要把他名单给找出来 为什么他们会缺席 到底他们去了哪里哦 那么我们延续上周四的 这个财案的表决 国盟已经取得了 2比0的这个成绩 西蒙连续两场都输掉 如果这个势头 一直延续下去的话 国盟不断的以微差的 各位数或者是双位数 领先西蒙 那么最终西蒙将消耗 自己的这个能量 就算西蒙在每一个部门的委员会 阶段要求记名投票 那么最终整体的局势 没有改变的话 还是会以微差的这个票数数掉 那么这个财案的这个记名表决 其实呢 就是一个表态 让大家知道说西蒙的立场 而不是真正反对财案 因为西蒙没有提出自己的替代预算案 这跟过往西蒙每一年都有提成 预算有很大的不同 那么来到今年呢 他们只能够针对国盟提出的预算案 进行修修补补的工作 那么其实西蒙在上个星期四 没有记名投票 那么整个大局已经定了下来 这是政策阶段的二读 通过之后就是进入委员会阶段的详细的这个辩论 比如说每个部门啊 每笔预算之类 那么就算来到三读的时候 也不太可能会被推翻 因为整体的方向和主题 已经在政策阶段确立了下来 只能够进行修修补补 那么否决整份预算的这个可能性非常低 除非在未来一个星期发生巨大的变化 影响巫统的立场 那么财案才有被推翻的可能性 不然的话就是青州已过万重山了 下一段回来我们就换个焦点 关注一下沙拉月的周选 当我们大家都在关注西马 布城的这一个政局是否变天的时候 其实在马来西亚的另一端 也就是全马最大的州数 沙拉月的周选也很快到来 我们必须要在明年7月之前 进行这一个州的周选 所以接下来我们带你一起来关注更多 我是佩玲 我是志峰 随着国会去年通过18岁投票修宪案之后 沙拉月的周议会也在11月的会议当中 修改州宪法 放宽年轻选民的投票权 同时也重新定义说 何谓沙拉月的拘留者 未即将到来的这个州选 划定候选人的资格 这个修宪案已经在11月12号通过了 不过过去两个星期 沙州朝野双方依然针对 修宪案的沙拉月拘留者 Residence的定义问题争执不休 那么沙州执政党 沙州政党联盟GPS就指出说 这一次的修宪目的是要保障 只有真正的沙拉月人才能够参选 防止沙拉月向西马班任由 在野党议员跨州进行参选 但是沙州的在野党 比如说行动党跟沙全民团结党PSP 则反驳这个说法 认为说沙门才是开放门户 让那些非真正的沙拉月人 进入沙州参选的始作俑者 那么这为什么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呢 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么我就看到当今大马有一篇的分析 列出了七个重点 协助朋友们梳理事情的始末 同时也理清这个脉络 第一个重点 原本的沙州宪法第16条文是什么呢 在这一个条文原本规定呢 任何年马21岁的公民并且呢 居住在沙拉月就有资格竞选州议员 沙州政府修宪除了下修参选和投票者的年龄 也借机重新定义可以参与竞选的州内居留者的定义 那第二个重点就是修宪的争议在哪 在野党为什么反对呢 这一次的宪法修正案 沙州政府提成了两次不同的版本 那第一个版本呢 就是产民符合竞选资格的州内居留者的定义 不过呢 这个定义呢 就引来了在野党的议员的强烈的反对 反对党呢 就认为说 只要一个人呢 在东马州属呢 居留超过两年 就可以被视为呢 是东马的公民 同时呢 新版本的修法呢 将会允许非沙拉越级的人事参选 成为沙拉越州的州议员 不过呢 朝野在议会辩论大概两个小时之后呢 议长就以修正案出现异常为理由呢 就宣布展颜这个法案 但是他强调说 沙州政府不是要撤回法案 只是择日在意 那么第三个重点呢 就是关于第二个版本的这个法案 说了些什么 这个第二个版本呢 就将州民分成两大类 第一呢 就是出生在沙拉越 以及不是出生在沙拉越的这一个子民 那么第一呢 就是一个人如果出生在沙拉越 常住在沙拉越 而且父母或者是其中一方 也出生在沙拉越的话 那么他呢 将获准上证 有上证的这个权利 第二呢 就是一个人如果他不是出生在沙拉越 但长期住在沙拉越 而且父母的其中一方出生在沙拉越 那么他就有竞选州议员的这个资格 那么尽管如此呢 这个第二个版本的修宪案呢 也在州议会引起了很多的这个反弹 第四个重点呢 就是在野党的建议究竟是什么 张建仁呢 就动议说 主张把父母或其中一方出生在沙拉越的定义呢 就改为父母或其中一位父母呢 是沙拉越人来代替 并且呢 明确的定义说 到底何谓是沙拉越人 那么如何定义沙拉越人呢 张建仁就表示说 应借着本次的修宪呢 就讨论出沙拉越人的定义 那第五个重点呢 就是执政党如何回应了 执政党呢 就认为说 行动党啊 强烈反对修宪案 或许呢 是别有居心的 毕竟呢 行动党跟公众党在野的这些年来 素来是允许呢 候选人呢 是横跨各州参选 不幸的是呢 沙巴现在已经打开了大门 此前的明信党州政府呢 就让生长于槟城的洛义荣 就进入到议会庭当中 那么第六呢 就是持有K字 这个大马卡的这个人呢 可以竞选吗 那么这一名沙州的 这个政府高官就说 修宪案通过 也意味着身份上 如果有K字母的 这个沙拉越公民的话 那么经常住在沙拉越者 才有资格参选 那么这项更明确的候选人 资格定义呢 将能够真正维护和保障 沙州选民的这个基本权益 不过呢 日前通过的这个修宪案 并没有提到有关K字 身份证的这个条款 那么其实我们的这个麦卡 其实有分三个不同的区域 半岛的人呢 是A 沙巴的人呢 是H 以及沙拉越的人呢 是K 那么身份证的这个右下角 就可以看到有关的字母 如果不知道的话 就拿着麦卡来看 那么第七呢 就是这一项的这个修宪案呢 间接的促成的行动党 跟沙民党的这一个合作 那么过去呢 这两个政党之间存在着一些争议 同时呢 他们之间彼此之间的这个合作呢 的这个融洽度呢 也不高 那么随着州选的脚步 越来越靠近的话 相信他们将能够更好的合作 而且他们合作的同时呢 其实公正党也在另外一旁担心 因为这个沙民党当中呢 有两位州议员 是以前公正党的议员 就是巴鲁边跟这个十字好了 继续留守在主编点新闻 下一段回来带你关注 其他的焦点新闻 欢迎回到主编点新闻 你好我是佩玲 我是志峰 18岁以下的青少年和儿童 还有免疫系统有问题的人呢 接下来将不会接种新冠肺炎的疫苗 科学工艺及革新部副部长呢 阿默安沙就发文告指出说 上述的群体呢 是占了我国总人口的30% 那这些人呢 是不会接种疫苗 而是通过群体免疫 以预防新冠肺炎大流行 他说至少要60%的人呢 接种疫苗才能够获得群体免疫 群体免疫这个词呢 如今又回到了媒体的这个视线 那么关于疫苗的这个课题和进展呢 近期受到较高的媒体关注跟报道 因为有三项积极跟正面的事情有了进展 第一呢就是政府拨出30亿令吉来购买疫苗 第二呢就是大马跟中国政府签约 一旦中国成功研发以及量产疫苗的话 大马将优先获得 那么第三大马跟美国的这个辉瑞 Pfizer公司签署买卖合约 购买他们生产的这个疫苗 那么一旦半数以上的大马人接种疫苗的话 意味着我国呢具备群体免疫的能力 那么如果是70%的人口具有这个疫苗的保护 那么其他剩下的30%的人口呢 也将受到保护 不过呢阿木安萨他就说 这30%的人还是可以选择在私家医院 接种这个疫苗 而疫苗的费用可获免的税务为每一个人一千零几 他就指出说政府的目标呢 是最早在明年第一季度 就让70%的国人呢免费获得这个疫苗 他就透露有20%或者是640万人呢 将会接种美国制药公司 惠瑞公司提供的1280万剂的疫苗 而10%的人呢将会通过 疫苗全球获取计划COVAX来接种疫苗 那对于其余的40% 政府呢现在正在跟其他的一些供应商呢 就是进行谈判 但是呢目前只有惠瑞是承诺说呢 会在明年2021年的第一季度交付疫苗 而其他的供应商呢 是必须要等到第四季度的 他就指出说 所有给国人接种的疫苗呢 都必须要先获得 世界卫生组织认可的监管机构的批准 那比如说呢 像是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还有欧盟的批准 然后再由卫生部的国家药品监管部门评估 以及批准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他说伊斯兰发展局 Jakim呢 也在寻找符合伊斯兰法律所需的这些疫苗 但根据现有的讯息呢 这些疫苗是不含猪肉或牛肉的这个成分的 那么关于清真或不清真的疫苗课题呢 其实他已经脱离了公共安 公共卫生医疗的讨论范畴 进入的是宗教还有个人信仰的领域 那么日前掌管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Zuki Fli他就说 如果没有找到符合伊斯兰法规的疫苗的话 那么穆斯林可以选择那一些被视为不清真的疫苗 但是他的这个留言 他的这个帖子下面呢 就引起了一些非穆斯林网民们的讥讽跟嘲笑 坦白说你没有必要去嘲笑别人的这个信仰 目前是疫情期间 那么求生跟保命是最关键的 其他东西都是吃药 那么如果你是键盘勇士的话 躲在房间内以电脑的这个文字 来嘲笑其他宗教的信徒的话 那么我劝你还是收手吧 因为你的动作呢 对大马的种族跟宗教和谐是没有帮助的 反而会加剧两极化 以及加深同温层的现象 另一方面 医疗专家呢就指出说 政府宣布惠瑞制药 还有德国生物科技公司BioNTech 将会提供我国一千多万剂的 新冠肺炎的疫苗 以及有意参与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 那这呢是为国人恢复正常生活上的 一个好的开端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说呢 国人就可以放松警戒 因为疫苗呢绝对不是零丹妙药 马来西亚医学报执行编辑呢 邱永健医生呢就指出说 获得了这个疫苗 不代表我们就可以松懈下来 放弃戴口罩 或者是保持一些良好 个人卫生习惯等等的防疫措施 因为有关的疫苗呢 绝对不是万能的 他说倘若相关的疫苗 真的就是大量生产 供全球使用的话 它确实就是减缓 新冠肺炎大流行重要的一步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其他的一些防疫 SOP还是要做好 那么尽管 Pfizer初步的数据 看起来不错 但是大马也需要等到 第三阶段最终试验的 这个数据出炉 那么在COVEX方面呢 我们还不知道说 这些疫苗会如何分配 但这项计划的核心原则呢 就是要确保公平的分配 因为这对被边缘化的社群而言 是正面的发展 那么大马哮喘协会创办人呢 他就提出说 有办法取得相关的疫苗 是件好事 让今年2020年结束之前呢 让我们看到一线的这个希望 但是这并不会在一开始的时候呢 就为国内的疫情 带来巨大的这个改变 意思是说 他整个情况 还是会维持多一阵子 那么疫苗 他不是万灵丹 有了疫苗之后 我们还是要照顾个人的卫生 这个呢 就是这一则新闻 要带出的最重要的一个讯息 谢谢你关注今天的 主编点新闻 谢谢志峰 明天同样时间 一起听懂更多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